這個意見先做個初步的回應 有關這間界的部分 剛剛我已經跟黃先生提過就是說 我們目前還沒有進行估價的作業 因為我們一些估價的方式 我想說你也只能確定 我們目前會採用兩種估價的方法 一個是徵收事項估價方法 一個是不動產技術規則 這兩個方式來做估價 那我們到時候就說 這種兩種估價會取一個 種子最高的來跟各位來做協議 那希望能夠提高各位的一個權益 那所以說 這個目前一個估價的一個方式 這個方式 還在牽制補合訂當中 那藉指就是說 會找兩種估價方式 對各位最有利的方式來跟各位協議 那所以說目前這個估價的作業 還沒有開始 現在在確定這個原則而已 那至於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黃先生提到就是說 通風景的一個放置的位置 那我是不是希望我們黃客長 來跟各位再做個說明 那個黃先生 不好意思 我想說大家 見到我 大家應該 並不是很陌生啦 我大概從規劃的時候 用地取得 大家就來跟各位來做一個發分說明 那其實勒 我在跟各位在做報告 因為捷運 既然是做所謂的地下車站 地下車站它除了一個必要的出入口之外 它最大的一個 也是必要的一個設施呢 就是通風景 大家可能覺得通風景這樣會聽起來 一個顧名思義的 覺得它就是一個風啊 會進出 可能是大家想像很多的一個行為 其實呢 它就是屬於在車站進出的時候呢 它有一種就是車輛 它又類似像活塞一樣 因為我們車子是用隧道嘛 所以它必須要一個疏解的一個方向 等於會有一個 讓它能夠風壓能夠排出來 另外一個大概就是說 車站裡面的一般的所謂的空調 就是所謂的進出器的一個換氣 當然在緊急的時候呢 它就有排風的需求了 這可能就會啟動緊急發 緊急所謂的風機 來把那個煙給排出來 當然這種情況呢 是很少會發生的 那至於說地下車站呢 由於剛剛我提到有一些 必要的一個施壓的一個情形呢 大部分就會在車站的兩端 它就在適當的60公尺範圍內呢 它就必須要有一個通風景的設置 那所以看出來說 我們一路走來 所有地下車站呢 大概車站的兩端的附近呢 我們就必須要找一個通風的一個設施 那這個車站呢 也是沒有例外 其實剛剛所提的沒有錯 其實廣池本來就有通風景 它本來就有我們另外一車的通風景 那只是說車站的另外一端的通風景呢 當然就是會結合我們的車站的設施呢 來做一個所謂共構的方式 這樣才不會說一個基地裡面 跑出好多塊的一個設施 反而在機能上不好用之外呢 針對這一塊基地的整體發展 實力有影響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一個建築基地呢 越完整越集中呢 你們的設計是最好的 再加上說 剛剛所提到 其實捷運現在有這麼多的車站呢 通風景跟出入口 擺在一棟大樓共構的案子呢 是非常非常的多 現在包括在施工中也好 在現在完工但使用的大樓呢 也非常的多 各位看出來 尤其是不去特別跟你提醒的話呢 您或許也看不出來說 那就是一個通風景 因為它的設計上會作為考量 就是剛剛有一位 因為我們的市民地主也有提到說 是不是能透過一個設計 來讓它一個更好 當然所有的建築基地呢 在我們的基本設計也好 西部設計也好 畫出來堵桌 到了土地開發進來投資了以後呢 多多少少呢 都會做一些變化 我們也是賦予它 只要符合我們的規範內呢 它是可以有這樣的設計的彈性 讓這棟大樓呢 就朝向什麼 當然它能夠賣出去啊 讓你們大家滿意啊 所以它會做一個最好的設計 包括剛剛黃岩所提的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位置 是我們必須要一個畫設出來的 基本的位置 但這種大樓蓋出來的時候 你不曉得 而且剛剛所提到 你的分配 你的選擇 不是您家現在住的地方 就是您將來一定分回去的地方 而且不要忘了 應該我了解選擇上來講 是可以選的 甚至於說我們公務員 也是讓你們先選的 所以可以看出來說 包括投資人 跟你們都會去分這樣的一個房型啊 跟內容 所以你們到時候呢 絕對是看你們喜歡 比如說看廣池的方向呢 還是喜歡看藍色的後山 甚至於是往東邊看呢 或者是你希望高樓層低樓層 都是可以做選擇 當然它不會去設計一個 通風景造成整棟大樓每一位都不好 或者是都會受影響 當然不會這樣做設計 所以我想說先針對這個通風景的必要性 跟對策其實也是有這樣進行來做個補充說明 當然之後我們還是會有書面的一個回覆心態 跟各位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謝謝 對不起齁 我剛才在這裡回覆你 我那個回覆你一下齁 我講台語比較清楚 我國語講不懂 法令規定有原子原地 沒有你說你要分度分度分度 有法令規定原子原地 好 好啦 你說就算我分 我請教你 你現在你說每一個 你現在每一個年開 包括詠春 包括這個 叫做 那個 賀山比對不對 賀山比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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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個 出龍口 也是放在 他的大樓旁那後面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基地是有特殊 因為你後面有 有什麼吞吐嘛 你後面又做一個八立道路 難道你應該不會太太太太 把他刷到後面 把他刷到後面 不要把他黏著火 那黏著火 那黏著火 將心比心 啦 我知道了嗎 真的不知道了嗎 真的不知道了嗎 是不是這部分 是說要請你們苦惱的 不是說一定 要這樣做的 我也知道 你現在要變經 已經很困難了 因為你已經 你已經 由新加坡 把變為 你不生高氣了 你知道嗎 你因為這個 對面 公園是有特殊名 就好生好生的 事情 你把它刷掉這個 不但我們 你知道我們 要連開 我們是孫失 我們這些所有犯人 孫失在哪裡 你只要那個 出龍口 對不對 那個基地幾坪 出龍口幾坪 孫失就什麼 孫失就我們 你如果說 用十坪的 出龍口 我們是不 要十坪 十坪 地坪 又去幾坪 是不是我們孫失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是說 我們 我們就一定要孫失 這個嗎 這一次 道理就沒有 現在是說你們 太煩亂 因為我們這個基地 比較敵俗 後面八米道路 你盡量 可以把它刷掉後面 孫失就已經孫失 我們就沒有 今天無所謂 可以連開 我們是最開心的 但是你就盡量 盡量說 可以稍微 八米道路 那邊那裡 大家接待歡喜 你們回去 可以參考 這你們很難 我知道這個難度很高 還有一點 我希望他 我們開會 我們 尖堆開會議題 今天不是在討論什麼 分配比例 我一邊要跟你們 換幾坪用法 我看你也不怕 告訴你 沒有什麼 說到天氣 說到天氣 我第二句這句說 這是無效的事情 所以說 希望我們開會 簡單二要 針對開會議題 在這裡說 你們今天就是 公聽會 說你們這一邊要怎麼做 要怎麼開通 是吳先生 在說這個通風口 不就開始我來開會 幾遍之後 像來 我還要拿去 你們很麻煩 但利用這個機會 不然 不然 拜託 你們 你們 不然 不然 你們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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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觀眾啊,沒有拜託觀眾,幫我們正處啊,對不對? 觀眾,是不是跟我們正處啊,你怎麼不想跟我們正處,對不對? 阿中,你怎麼中心理呢?大人理喔?大人理比較大,總部理比較小嗎? 對不對?這不是這樣的做法,你回去參加,你的難度很高,但你希望你可以拜託受盡辦法,讓這個事情完全完全… 阿西先生,這個基地,你如果那個,出龍,出龍,出龍,刷牙拔去,這塊基地,收民有夠,看到又水水水,桌桌桌桌,這樣不太好桌 因為這個基地結束嘛,跟,你看像那個那個,那個後山米的臨在心的土地嘛 他沒辦法,他輸你那塊一個人的啊,你那拉布,他正好的啊,你那管他一塊的,他沒關係啊,但這不是那個年開,一百三十一號的耶 所以這很簡單,可以解決的事情要解決,讓你們年開可以很順利的,這樣進行,拜託,拜託,拜託 各位相信大家好,因為剛才一直有在講通風景這個問題嘛,我再跟大家報告一下,大家看一下那個十二頁,大家一直在講說十二頁,其實那個通風景的位置應該講,我們大家也曉得吧,那個向道的部分齁,其實後面那個八米向道齁, 其實我們是有想要就是去心批它啦,可是因為也涉及到就是說,大家也知道,里長也很幫忙,那就是有一些這個,我們也已經爭取了,就是說公務局那邊齁,因為向道的心批,我也一直講過,跟大家報告過,向道的心批是我們這個,台北市政府公務局的,公務局的權責嘛齁,錢已經編了啦齁,可是問題現在就是說,還涉及到一個就是, 有墳地,有墳墓嘛齁,還有一些這個要見解這個位置的問題嘛齁,所以後面的巷子是位屁,那剛剛黃先生一直在講到說這個通風景齁,位置是不是可以再去調整,那我也必須跟大家相親講的就是說,現在我們有在請西部顧問公司在進行這個整個的這個基地的這個基本的設計嘛齁, 那通風景的位置的部分齁,大家好像看說,好像就是這樣子擺下去,沒有,它還跟管線,管道,挖整個風管要走多深,那會涉及到它風量的問題啦,所以這個部分還要是讓我們的部分公司,詳細去設計,可是我們比較好的就是說,我們這個基地齁,其實面積是夠大的,因為間閉率我們也知道嘛,透過度就要變更之後,間閉率是差不多是50嘛,也放大了, 那所以剛剛黃先生一直在講說,我們會不會損失,其實間閉率,通風景是算間閉率的,有沒有算容積率,沒有,齁,這個我再想一次齁,大家要聽清楚,然後這一點,就事實上就是已經剛才解了吳先生的這個黃先生的疑慮,第二點,有關原子這個東西區分,就是說什麼選什麼,沒有,我們要看它整個建築物新建起來之後,我們現在的遊戲規則,就是 地主先選,那當然是權益分配比例要先定嘛,我們大家一直講過會有個權益分配的比例,比例定好之後,取定58比42,因為我們以前一直都講58比42啦,我也不要去指什麼加碼,我們今天的,因為我們回歸到今天的主題,今天的主題其實就是,依照土地爭鬥條例相關規定,我們來辦公平會,對不對齁,我們把程序往下走,往下走之後大家所有的疑問,會越講越明,那原則上就是這個通,這個,這個,這個 整個這個開發建築物新建起來之後,我們是尊重地主的,地主原則上去選,那特別強調一點,當地主有選到同樣的時候,我們以前也講過嘛,有兩個地主選到一樣的,我們才會什麼,用徵收,沒有,說錯了,用抽籤,哎呦,實在是,跟大家說,很緊張啦,聽說不對,還是有偏偏不對,意思就是說,當有兩個人選一樣的時候,我們是抽籤的, 這個我們大家再複習一下,因為難免就是說齁,跟大家在這個時間久了齁,大家有時候會忘掉,那現在外面開發,就沒有,就像杜根,杜根可能還有些,人家私底下跟你們簽的時候,會講什麼原子啊,圓區位,圓樓層啊,我們聯合開發不是,我們聯合開發不是杜根,所以不是,原則上我們是尊重,讓地主先選,那以上我就先補充到這邊,那大家如果說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希望大家都盡量提問,我們不希望說,大家好像以為說,我們都沒有要跟大家溝通,沒有齁,我們越溝通,我是覺得大家會越清楚,好,以上補充到這邊,謝謝 沒有,我們就是地主,只要你有參加開發的地主 沒有說我們要是哪個樓層,沒有要這樣說的,對,我們要說給你先經就行了 對,因為其實整個建築物新建起來,坪數不同,坪數有可能每個人的坪數,坪數,坪數有可能每個人的坪數,坪數就像我們說的,土地的價值不一樣,對不對 那你到底會分到幾坪的坪形,其實那時候我就跟你講,當建築物蓋起來的時候,地主他自己就會去想,欸,我想靠後面山啊,我想靠前面啊,那真的因為每個樓層的架出來之後,每個地主用土地去換回,你都要平坪, 評數的時候,有些人想評數多一點點 有些人想要一樓店鋪 那當然價不一樣,就用你的土地價值 參加開發之後換回來,你看看你自己想要哪些樓層 可是這個東西就像我說的 還是取決於你土地的價值 也沒有說